应该是最后一部分了 玩具TV第27季第10集 德哥 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最爱心 就是玩别人的玩具是最爱心的 刚才玩的时候曾经有两次机械碰撞 我看到德哥都看了一下 没错 我都听到声音就会很敏感的了 那我就理会他了 最终砌得开心 我终于不弄这个头发就可以了 不要紧 这件实物会是Toys必必出现的 不差点 既然你已经玩了 我很快地让大家看看 今次Metal Robot魂的外壁 我们今次要介绍的就是RX-93 New Gundam的Double Fin Funnel的形态 如果大家有追开这个CCA的MS Viewer 他都会觉得其实耳熟能长 Double Fin Funnel 主要其实都是纯粹是 将它的浮油飞长炮 我差点读了飞翅炮 不过飞翅炮也对的 浮油飞翅炮两边都可以安装到 所以最终可以带到12个飞翅炮的装备 当然了 有没有这样的需要就后话 它和本身的New Gundam的原设 我想最大的分别就是 刚才说的两边飞翅炮 还有本身枪的设定 盾的设定 胸口的设定 和两肩的设定都有出入的 那怪知和我建开的有点不同 没错 亦都趁一个圈给大家看的时候 都可以多说一点 你问我其实它会不会再出原装的New Gundam 当然会 不过我觉得就不会就这样出New Gundam 我觉得它会跟HWS一起出 那就变成整件事就会完美一点 因为其实你问本身就着玩这个飞翅炮 它的确是可以单边背陆飞的 但是始终你就着这个 没有了这个格斗兵器 外观上始终都会差一点 好了 放了这么有型的姿势 阿迪你又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玩上手的感觉是怎样的 玩上手始终它是Metal World Warwick 玩上手的手感是挺好的 而关节的坚实程度都不错 嗯 比较容易跌的就是盾牌 因为它就这样扣住手 而浮游炮呢 它也有点松的有时都会 所以玩的时候就会小心一点 嗯 最困难就是插那个柱波波 要很温柔很用阴力才能做到的 如果大力一点可能有机会白化的 是 这个有点害怕的 哈哈 所以大家Toyce Bebeek的朋友 不用怕的 这一件东西是没有白化的 OK 另外我都说了一点 其实你见 你见本身飞翅炮那里 它是会有一个外挂的部件去插实一点的 但是某程度上 是的 你觉得有没有需要 没有就觉得没有了 原来有的 是的 我就觉得没有需要了 所以变成了其实外观上 你是有执着的 不用担心 只是那些外挂件是令它插得更实 但是绝对就这样插是不需要的 我很肯定地说 是否有六个就需要呢 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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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变成了 是 你说稳定 绝对不是稳定 但是你长期去摆 或者喪震 当然 有一定比没有 所以某程度上 Bandau这个动作 都是佛心的 我想问它那些 飞翅炮的效果 是否有另一辈子 Roberwyn的效果出了 是 其实我又再说多一点 本身如果大家 是有买到这个EG 或者RG 又或者是HG 的话 它的盾和枪 是绝对可以適合这部 用 除了有色差 当然 因为始终 这也是一个高阶的成品 它所有地方 包括白色 都是上色的 如果你说已经噴了 类近的燒光白的话 有机会是可以追到一模一样 要撞到那一枚 这枚板 好像是灰灰的 是 拆它来玩玩 或者麻烦你先拆 飞翅炮 对 飞翅炮是这样的筍位 在背部拔了两个盖子 插进去 它好处是可以 插了一枚大炮的同时 都可以插这个飞翅炮 非常实际 最多可以插到六飞 嗯 好 那我先拆掉一枚 那我先拆起飞翅炮 台座就相对比较简单 就这样一个黑孤立挖 再印一个 New Gundam的字样 和阿姆罗专用的标志 就算了 拜拜 不要紧 对 本身 你会看到其实都是优点的 不过这个优点 就是每一部New Gundam都有的 它就会每一个武器 都会有一个方便回来 做这个挂位的损口 亦都是可动的 那变了在外观上 是不需要担心 先拆掉飞翅炮 这些飞翅炮也挺自愈的 哈哈哈哈 是 你喜欢可以背两飞翅炮 我想 试试正正正 这些扇子可以方便大家看看 本身的marking等等 等等等等 哦 所以因为它 两边就没有了一件 是的 所以变了它 但它手上有件 是的 它手上这个位置是安装的 但是这个是这一只的切钉 哦 不是 原切都是原切 哦 即是它本身有三把 是的 这些是见还见熟的样子 是的 我装两边 我先不担心 好了 那么 玩一玩飞翅炮 先 每一个 它都会有一个 number 一一 一 一 二二 和三三 寫得很清楚 所以装备的时候 你要留意 顺一下 number 否则就出洋箱 而它掛这个飞翅炮位 主要是靠这个引擎位 用来做挂位 嗯 可动方面 不用想的了 大家都 刚才看到阿迪 用这个 发射炮口位的状态 那当然 折花迷就搞定了 我可以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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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炮 就有一个隐藏的笋位 剔出来 就可以插在背部 方位 反而 都可以插支炮 介绍一下 好 其实 炮就是这样 我觉得有一样 其实出得不太好 这就叫做拉墙 你真是 会不会轻一点 这是整个东西的败笔 所以收回它 无事无缸 你真是当无事发生 就会比较好 哇 真是肉酸了一个点 完 立刻挂在背部 没有 始终METAL OBO 它 你看到窗位 窗位 我都挺足够的 挺值得救病 对 好像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算了 不放了 好了 真的动一下东西 先拆开飞翅炮 先拆开飞翅炮 好 那头 因为本身就着设计的头 后颈位 绝对是会顶住的 所以摇高头 最多都是这样 向前 亦都因爲下爬的关系 就去到这么多 足够的了 反而向前 踹 就会动作大些 向后 就因爲 这个后颈的甲位 就顶住 就差一点 当然 你可以拉回前 少少颈 再向后咬 这个也是极限 左右没有问题 好了 肩膀 受惠于 它这个球形关节 这个柱位 变了向前后移 幅度也不小 但就有少少松 你想再拉出少少 是绝对得 噢 嘩 嘩 嘩 所以可动性向前 轿手是没问题的 肩膀 这个也是跟原装 New Gundam 设计 有些出入 这个 CCA MSV Double Fino 设定 那当然 就着这个 肩膀位 是可以垂直地向上 所以 嘩 那时候小心撞到角 这个就是它真真正正的极限 按下来 你会看到 其实 所有一些重要的关节位 全部都是金属 还有这个位置 真的挺确实 但这类型的金属关节 是不是日子久了 会自动会松开 也有机会 因为它本身的折薄位 是菜缸来的 嗯 好 随着刚才的Dead Air 我们就看回 本身 它的横竹 相对比其他 玩具高 在这里就是上面的横切位 另一个金属关节位 就在手肘上 我想拔着枪 可能大家会比较容易看 这是碎什么 没什么碎 好了 你会看到 是对摺的 对摺之余 我现在移向前一点 你会看到它 全部都是金属位 所以变成了 也不会太肉酸 这些老老 当然正常的手腕位 我不多说 哇 值得说的 就是我先放进去 你会看到它的腰 其实可动也不错 不错的意思是它前后腹 刚才你见过 我拔开了出来 里面有一个球形关节 其实本身在这里 做了一个分件 变成在驾驶仓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 是有轻微的上下可动 变成了向前和向后 都有微量 也不算微量 就是一些 挺自然的可动 左右 当然是靠 腰和 heap 的横軸 球形关节 如果用这种 Metal Robot 和Anime 的关节 你会 取向哪种更多 我自己就喜欢 Anime的更多 因为相对 可动性 会舒服一点 可以玩下去的感觉 好了 另外 所有裙甲六块 哎呀 又跌 都可以起 不差了 可以起得很舒服的 那你会见到 本身这一个 大腿的 金属关节 大家都见到 耳熟能场 和这个 robot 魂一样的 向下拉的 轨道式关节 令到他向前 踢腿 可以做得更夸张的动作 膝头 全部都是金属 因为他用了一个 六角形的摺口位 变成了 都已经遮住了 留意一下 本身这个 后腿位 亦都有少少的 连动 那你会见到 小腿关节 里面的引擎 那你就会更加清晰地 见到 脚腕的后造和关节 这一个 它移动的幅度 是挺可怕的 再加上 脚尖位 它也有一个 上下可动的 关节 调节到 在摆姿势上 你会摆得更加有型 和更加贴地 好 好了 德哥 我想问 为什么它在胎师必见 没什么特别 你刚才玩了这么久 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但为什么呢 因为你有两只 因为我们有两只 但是这只不行 行啊 这只拆出来玩 那当然 不想再放上它 对不对 接着那只好 对啊 很复杂 不想再见 你是不是拿炮 就够了 我觉得最不喜欢 就是枪柄 那些 是很散略的细节 哦 都是 一块 一块长光影 其实你问我整只 我唯一扣柄 反而是一支火箭炮 是 拉出来的时候 那个衰弱 对 搞不定 你弄一点 弄多几片坑 是 你完全是这样 拔出来的 那个感觉是 金属药弹刮地 声音很好 哈哈 后面的细节都可以 嗯 那它就省略了 有那个四连装的 导弹 嗯 那我其实都没办法的了 接着会出这个正常版本的 New Gundam 我猜 都会是用这个 HWS version 去做的 喂 喂 我想拆 好了 喜欢的朋友 自己在坊间 好像都有一些小炒的 高兴的 下个星期 toss pp 看看什么环境 第二天 千… 千… 千多 原价 原价 预算一千 先 下集见 拜拜 拜拜